好,這本就是李鵬廣的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 其實他就去看一些英國政府解密 即是放出來原本是機密檔案 想找回香港管治的資料 就寫成了這本書 很值得一看 因為我們對於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管治 其實不太了解 譬如中學會大概講到政府的架構 例如立法會等等 但讀完後大家都好像有些很基本的概念 究竟管治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沒有說出核心 但看這本書就會多理解很多 因為它會有很多例子 譬如出現一些事件的時候 英國跟香港政府裡面的人員是怎樣溝通的呢 討論了些什麼呢 甚至是那些打小報告啊 或者背後講人壞話啊 那些都會在檔案那裡看到的 可能某個部門說這個香港政府怎樣不行啊之類 看了這些之後就會覺得對香港當時運作的理解是了解多很多 所以都很推薦大家去真的看這本書的內容 我們就選了水論 其實是等於介紹的部分 等大家可以基本上看到本書主要的內容是什麼 那它其實是會圍繞著一個問題 就是回歸之前被讚譽的公務員隊伍 那為什麼好像回歸之後就失息呢 那問題在哪裡呢 那其實看那些管治檔案就會看到 其實香港的管治很大程度是英國去決定的 那現在如果是交了給中國 那是不是中國決定呢 但是中國的管治質素跟英國比 那就很可能是差一點啦 那所以看回當時那些信件之類文件之類的來往 就會看到當時他們是怎樣去管治香港的 作者呢 他就整理了去看這些檔案的結果 那他就討論一堆議題的 譬如英國管治殖民地官員的選任 和英治香港核心管治團隊的組成 然後是支援系統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部分就在英國那裡做的 那香港在97之後呢 就沒有了這方面英國的支援 那中國是否給到相應的支援呢 那可能個落差就是可以見到 在香港管治的變化那裡了 那第三部分就是 吸納被治精英的情況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 最總督言行的規範和廉潔的要求 然後第四部分呢 就是港督在實際管治裡面的情況 那就說到麥利浩的治港戰略 他的團隊 就是港府財經官員的不足和局限 港督權力的脆弱性 以及港督與英國政府的矛盾 那在管治官員的選任方面呢 那他這裡就會說到 譬如他們要了解當地文化 那些官員是有政務職系這種訓練 那外交系統呢 香港就比較勸缺的 所以其實都是由英國那裡去做的 那這一方面也會看到 香港是沒什麼機會 建立真正的官方的外交 那當然啦 一定會有一些商務連繫之類的 那但是外交方面就會 英治時期就會在英國那裡做 到現在 那中國也都不會讓我們做的 那他這裡就說到說 要是有一定的資格 然後選任做副政司 做副政司做得好 就有機會做港督啦 那其實過程中也都有一些轉變 那這裡是有講到的情況的 那然後核心管治團隊方面 他就有講到要有什麼資格 還有是 74年的時候一封銜件是看到 說港督、副政司、保安司等等 主要官員呢 是他們認為是要由英國的官員出任的 那就不會交給華人的 那去到回歸之前數年呢 才開始提拔華人去這些為止 那關於政策參考和建議方面呢 譬如這裡有個例子就是 戴倫子在64年處理香港電話有限公司 增加電話費的時候呢 就曾經去尋求英國政府的建議 因為立法國委任的議員是有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 那戴倫子就尋求殖民地部的協助 看英國議會是怎樣處理這些問題的 那殖民地部就將這個問題就交給夏議員 那夏議員秘書就批評港督以立法局主席的身份來處理這件事 但是呢又向屬於行政機關的律政司就尋求異見 那是不符合三權分立的原則 那但是這個批評他就也都不願意直接說給港督聽的 那殖民地部就也都沒有說到 那可見呢 其實當地相信會認為香港的官員其實是差一級的 就是處事方面 知識方面等等 就是人才就會留在英國 差的才會來香港 那但是你會看到 就算來到香港那些 那很多時候可能都 譬如比起現在的管治是做得好的 那所以 可能我們都只能夠認命就是 所謂港人治港 中國人當家作主 這些其實都是不及別人英國次等的人才 那英國的官員也都會 訪港之後就寫一些報告 那都是會為港府提供政策參考和建議的 那譬如 被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這件事 好 接著去到情報收集和分析方面 那它是有幾個層次的 在殖民地就有情報組織 譬如政治部和本地情報委員會 那設在區域的聯合情報委員會 就是第二個層次 然後第三個就是設在倫敦的聯合情報委員會 那可見他們會由這三個層次去綜合情報 英國軍情五處派著殖民地的情報聯絡官就會扮演顧問的角色 亦都會和倫敦的殖民地部 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和軍情五處維持緊密的聯繫 那在1956年郭亮雄的報告就會見到 它是每周會召開保安會議 聽取副政司、華民政務司、警務署長、勞工署長、教育署長、房偉師、 政務顧問和公共關係主任的報告 那至於政策知識的創造和應用方面 會見到其實有很多研究部門去幫助這件事 其中多數都是位於英國 所以這一部分也會見到 香港的管治其實很大部分是在英國處理的 那當我們失去了英國這一部分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補上這個空缺呢 那其實我們香港人自己是應該要想這個問題 因為中國人不會用一種好的方式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裡就會說到那些研究部門的細節 那去到那個篇章就會更仔細地說 那大家可以去參考 然後下一部分就是對港督言行的規範和廉潔的要求 那其實是有很仔細的規定的 譬如不能夠擔任董事 退了休之後都不行的 禮物方面也是要很小心處理 因為這個可能會是賄賂的 然後下一部分就是吸納精英的必要 其實他們都是希望吸納精英的意見 他們的認受性幫助管治 他們當時的做法就是透過委任制 委任行政局和立法局非官首議員這個手段 然後去到港督權力的脆弱性方面 他就說到其實港督是香港管治的最後的話事人 但是呢 英國如果對他不滿意就可以解僱他 那就是那個權力的關係是這樣 那當然啦 正常都不會去到這個程度 那一定是會互相合作諮詢這樣 那譬如葛亮雄就曾經是辭職這樣 那但是他就獲准與這個駐港三軍司令 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可以向殖民地大臣上訴 那他就放棄了辭職這樣 那然後下一部分呢 就是麥理浩的治港戰略 那麥理浩的改革是對香港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那其實他們當時那個文件呢 就會看到其實他們已經在想著香港前途的問題 那其實為什麼要做這個規劃呢 其實就是希望在香港的前途談判裡面得到更多的籌碼 就是在最短時間裡面將香港各方面的發展 都去到拋離中國內地的水平 那就可以凝聚香港各階層的力量 那然後去到港督麥理浩的治港全隊 那其實麥理浩是比較少有出自外交系統的 那所以他的工作是比較困難的 那他所以就向英國政府借調數十名英國的官員來香港坐陣 那其實他借調的官員有可能是質素比較差才會 可以原本的部門給他這樣借調啦 那但是就算這樣可能都會比起他用香港的官員 但是又可能他們不是那麽願意改革 那這樣是好些的 那然後就是港府財經官員的不足和局限啦 那英國政府在76年討論香港發展方向的未來五年規劃的時候 外交和聯邦事務部的資深經濟顧問就嚴厲批評港府的財經政策 認為香港政府的經濟思想太保守和僵化 經濟管理方法就流於騙客 那就建議撤換相關的官員 那然後下一部份就是港督和英國政府的矛盾 那他們都認為要在香港推行新政啦 那但是在裡面的分工和角色就有爭議 那因為73年發生世界石油危機啦 那就令到改革計劃的進度不理想 那但是中英談判就越來越近啦 那英國呢就希望再制定規劃的文件 那但是港督就很不滿意啦 因為認為這個是違反殖民地的慣例的 因為總督是應該是制定者 除了管治方面啦 經濟其實也會有矛盾的 因為港督是應該促進香港的利益啦 那但是呢 從英國的角度來講呢 是應該以香港的穩定是為首要啦 還有香港是應該為英國帶來經濟利益的 那這麽多部分呢 就可以見到香港管治的情況是怎樣的了 其實裡面是看到 其實裡面是看到殖民地的管治是有政治原罪的 那所以呢 他們是很希望得到支持 那所以他們會有各種措施去爭取啦 那譬如吸納當地的精英那樣 那廉潔也都是他們希望做到的一件事啦 那其實70年之前 香港政府的官員其實都不是那麽廉潔的 但是之後又有聯政公署啦 處理了警察的問題啦 那就改革了很多香港管治方面的問題啦 那裡面很多個部分都會見到英國的角色 其實97年之後 英國本來的工作應該是誰接手呢 中國就希望是取代這一部分啦 就是他們就做這個離外的中心 那但是我們香港人的期望應該是 港人治港是我們去做這件事 因為本來英國做的話 他們的經驗啦 智慧啦 可能勝過香港人 但是如果是中國政府做的話 那就可能會是偏向專制一些的做法啦 那我們怎樣可以爭取到我們的權益呢 那這個是我們大家都需要思考的問題